记者蔡亚化台北报道,台北市观光传播局从101年起半以来台旅客在台北市之消费及动向调查,今日公布最新出炉的106年旅客动向调查资料,发现观光客最爱游览景点,夜市,台北101,西门丁名列前三名,故宫则跌落前三名,近排名在第五,吸引观光客到访来北市的原因是 风光景色,食物,民俗与文化,从资料进一步分析发现,各国旅客在北市最常从事活动,包括是城市观光,逛夜市及购物,第四名参观古迹与文物 却玉玲表示,比起参观古迹,日本旅客更喜爱体验按摩与SPA,旅客对台北市最好的印象由食物拿下,至于喜好哪类的食物? 各国旅客几乎一面倒选择小吃,关船局科长却玉玲表示,106年外籍旅客到访北市前三大来源国分别是日本、中国、香港,近年成长快速的韩国排名第四,因中央南向政策,东南亚旅客有将近三成的成长,以菲律宾成长幅度最多,高达六成。 至于北市府近年积极推广的穆斯林国家,印尼成长6.25%,中东2.85%,小幅成长,就旅客消费能力的部分。 资料显示每人每日消费金额259.83美元,官船局长陈思宇不讳言,中国旅客消费能力是最强,每人每日消费金额390.44美元,高于平均值。 其次是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国家相对是差一点,因此未来观光策略将注重在提升旅客消费意愿,以及创造游客重游率。 陈思宇表示,日本、韩国向来是稳定成长的市场,持续推出行销策略吸引日韩旅客,例如今年韩国将锁定音发足,看准长者喜好泡汤,因此8月将推出相关游程并与线上旅游平台业者与航空公司旅行社合作,以优惠旅游价格作为诱因。 至于日本,陈思宇说,9月参加东京旅展,北市福与日本插画家合作,并特制悠游卡,带助日客相当喜欢的川北琵琶高岛旅展进行宣传,吸引日客。